12月6日,有网友发现陈亚南放弃之前的账号,又重新开了一个小号,并取名为陈亚南,重新开始 不过新的账号上,陈亚南连发的四条视频,第一条动态便是回应之前大一哥发出的七个问题 陈亚南直言自己做的事情自己知道,我问心无愧 当时大一哥发长文爆料陈亚南与朱扇伟结婚一年来,只回家了十几次,连过节都看不见他的身影 文中还指出陈亚南婚后并不安分,不仅想要卖掉价值200多万的婚房 甚至还威胁大一哥出面为自己澄清,文章发出后陈亚南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如今在离婚后,除了回应大一哥的气问外,陈亚南还透露了与朱扇伟结婚的原因 他表示我只是选中了他的家事,现实中哪一个不是这样,为什么到我这大家都骂我 从陈亚南的言语中就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委屈,但这一番诉苦不仅没有赢得网友的心疼 反而让他遭受到了更多的攻击,既然两人现在已经离婚,希望陈亚南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 踏踏实实做事业,早日走出困境